Hello,大家好,我是Ruby 今天就來到珠海的斗門 跟大家看看一個樓盤是別墅的 都請了我們的老朋友 這套 好久沒見,大家好 肥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出 那怎樣? 今天可否帶我們來探探這個話法丸子呢? 可以,沒問題 聽說Tommy也是斗門本地人 可能在這裏想問一個豪宅妮 這麼美女,肯定要捐一下金嬌 所以就委託了我和大家介紹這個丸子 那我們就從大門開始和大家分享一下 畫法丸子其實它是屬於整個畫法品牌一邊 最新型的一個別術項目 結44年的歷作 我會見到這裏它是用了很多的中式元素 去打造整個項目的細節 在我們正門口這個位置 它是造了一個高9米,高28米的一個大堂 這裏它是造了一個王府同製大門 飛行轎角 可以說是高門出大戶的寓意 所以專具角度非常強 在這裏也是造了人車分流的設計 即是入車庫的? 對,入車庫 所以到時這裏也是地下室 直接去到每家每戶的 好像近來就陪雨天氣多 對,對 我們開車最怕就是下雨 那你又不會臨側身可以回家 好,那我們邊下邊說 好,好,好 這兩隻獅子它有沒有什麼寓意? 它很開心 是嗎? 我們的獅子是分南派和北派的 這種是很明顯的南派的獅子 南派獅子有一個特點就是它比較 比較俏皮一點 嗯 歡喜一點 是一個吉祥寓意的一個 大概這樣的寓意 然後如果是那個北派的獅子 它是很莊嚴很嚴肅的 像我們北京的一些故宮 或者大會堂這些 或者銀行門口用這些 對,對,對 那些就不會笑的 這些就笑其其來的 對,對 然後進來這個位置 就是有一個人類識別的 這裡我們是做了一個 我之前的設計 是 來到宗族 哇 很英俊的 在這裡是結合了 我們所有別墅的結晶去做的 這個位置我們叫四水龜塘 有一個吸天氣之材氣 這樣一個格局的意義 這個就這個水池在二百多方 所以都很英俊 我們整個宗族水景 其實華伯丸子是一個很方正的項目 嗯 總佔地是三點八萬 八點九萬方 總佔地八點九萬方 但是它的戶數不算很多 二百零一火 就是全部都別墅 全部都別墅 全部都別墅 然後用積率 只是去到零四 噢 所以我們在裡面 是一個很低密度的一個享受 並且整個 對呀 整個宗族很漂亮 很多細節的位置 這個流離窗花 然後結合了撞空的設計 這裡是以一個現代的感覺 再碰撞舊時的國民法氣息 然後走到這裡有一個中庭位 一個中庭位就是給客人休息用的 今天後會不會做除蚊 會呀 我們每個月都有一到兩次的民從消殺 民從消殺之後呢 其實我們現在站在這裡 其實都不多覺的 我有一天貓在這裡 是呀 和蚊都幾friend 所以他們每天出動都跟我說 是呀 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仁治庭 其實是整個元寒的中間 亦都是結合了人居天地之中間 吸天地之財氣的意思 並且這個中庭元寒景觀 展開整個遠寺的報告 我們叫做一溪兩圓 整個別墅項目是很方正的 天圓地方的意義 然後包括我們整個地塊 可能之前有了解過我們項目都知道 我們東南面是河景 旺陽河 是呀 北面就是尖峰山和旺陽山的 是呀 所以就是貝山面河的 動得人都動 那今天帶我們參觀一下哪一個戶型 是呀 我們目前遠寺買得最好的話 其實是一個雙瓶的 性格比較高 大概600萬起 但是還有一個戶型 是今期極極推薦的一個戶型 可以給大家參觀 就是我們一個獨棟 獨立房子的一個戶型 這個戶型可以持續留意一下 一會兒我們拍一下地下室 很大 真的嗎 我們直接去那裏好嗎 OK Let's go 這裡好美 現在來到我們一個戶型的頂樓 是呀 很開陽的 你第一反應是怎樣 很美 很美 還有它日後會不會做一條河堤路 會的 它外面現在就是在搞那條市政路 就是河堤路 其實整個河邊是做的一個市政濕地公園 包括在尖峰大橋下面已經弄好了一段 現在就是向這邊弄 所以接下來我們可以在這裏 如果你魚竿夠長的話 在這裏拋過去 對 一會兒拼一條魚竿出去 不要拼出去 拼一條線出去 就可以釣到魚 接下來這個位置就是可以看到河景 雖然不是最前排 最前排是去到三千三百幾萬 你猜一下這套幾個線 一會兒看完再 對 還有我想問一下 它這些外形 日後會不會幫大家清潔 或者什麼 還有可不可以改造 其實首先我們是不可以找客人去 隨便改造 因為不可以跟趕外力面 後期如果大家想種花花草草 不影響到鄰居的前提下 是可以提前同意報備的 ok 然後第二點就是這個外力面 因為我們現在現時所站的位置 包括外頂這些 全部屬於業主私人空間 你可以自行安排 清潔遮遮離清潔 有場服務這樣 有一個乾淨 整個圓林是有定期的維護的 但是外場這些是真的要自己弄 所以為什麼 它有很多角角 然後有些造型是挺漂亮的 所以為什麼要提這個點 其實提得很好 我們做了新中式的嶺南風格 對比傳統的中式風格 又有很大不同 就是我們的頂部 是做了鋁板的設計 很硬性的 這種鋁板 它就區別以前的設計 它那些筍帽結構 它是維護成本很高 甚至乎有很多是做啞片的 啞頂 雖然是古香古色 和保留了老祖宗的傳統工藝 但是那種維護身就比較難 這種是落雨天 其實我們這裡 它不會生瘦和很吸熱嗎 不會 吸熱就一定會 因為畢竟是類似鐵的材質 但是我們今天曬了一天 其實是溫溫的 都不算很難 所以打理一下是方便 嘩 那邊的住宅很爽 看著這邊的設計 接著可以看到何景 對 我們這裡屬於天台的位置 亦都可以離開 好像這樣 做一個簡單的BBQ 但是如果是做 洗衣房 洗衣房就差一點 因為洗衣房下面還有個廁室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們再去看看主人房 那到時的話 這層有沒有 還是要自己選擇 這層是有的 因為我們是無皮膠房 無皮膠房是有的 樓梯也是有的 那外立面的門 玻璃屬不屬於包嗎 是 我們整個外立面 是做了降壓石材上場 是有膠庫 第二就是這些門窗 這些玻璃 全部都是膠庫標準 而且膠庫標準 是用YKK的進口品牌 一直以來畫法都是用這個品牌 是交付給業主 所以 亦都是做了很漂亮的一個隔音 和鼓音效果 我看到玻璃好像很像 剛剛我們在上高 都聽到我們附近 是有工程的聲音 是呀 現在又沒有 是嗎 是完全正式的 所以都挺好的 業主也一字好評 然後這裏就是整個主人房的睡覺空間 這裏是南北對流的 是呀 因為這邊我們正前方 是東南向望河景的 嗯 是呀 這間房都可以看到 河景 是呀 其實遠眺是可以看到的 是呀 還有我們這裏 還是做了一些 叫做 不是 叫做 全灌移植的樹種 是做了整個圓林的 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入住了之後 整個 你打開窗 就是看到這樣 好像在公園裡面那樣 嗯 這些樹種綠花全埋住 就是這樣 其實呢 我覺得這些樹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配合這兩棟樓的 隱私水 對 不會直望 隱隱約約 是嗎 可見又可可不見 這樣 好壞呀 這個人 然後這裏是一個洗手間 其實膠庫的時候 門擠狀態的膠庫 其實這裏是入門樓的 嗯 哦 就是樓梯那裏上 對 最順利是這裏的 然後一走出去 有一個很大的露台 這裏是很大的露台 嘩 真的很美 這裏如果是喝紅酒 然後是望望星星 天空 不一定要上天台 你的房間也會有一間大的露台 這裏有幾大 這個露台 這個露台大約十個方度 可不可以浪衫 浪衫隨便 浪衫隨便 不要再加房子 因為我昨天和一個業主去吃飯 然後他說香港的露台 是不可以拿來浪衫的 因為他的露台不大 是嗎 還有怕影響這個景觀 他怕吹東西下街 都有 也有一個 這邊的露台是可以浪衫的 但是你不要吹東西下街 吹下街是犯法的 就是高空雜物 那這些都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 所以為什麼越來越多業主會接受 做封窗 封窗 就是這樣 不單是廳大 安全一點 對 這個井是電梯井 現在只是擋住 接下來可以在這裏安排電梯 這裏是二樓 這裏是二樓 還是二樓 二樓 這二樓是做了一個中空 交付的時候也是一個中空 哇 很有電視的TVB的感覺 即是這樣 這個井很大 這個客廳的跳高 它是六米九 六米九 對 如果犧牲了這裏做間房 我覺得沒有什麼必要 但如果提到實用率是可以的 因為室內 基本上沒有什麼承重場 沒有什麼主力場 不要去敲成仲署就可以了 當然成仲署如果大家對護形感興趣 可以找Ruby去領取電子護形圖 這樣會更加方便理解 因為這樣說得不太清楚 好 你們一起有幾間房 我們每一層只做一間房 哦 每人打擾你和Tommy的休息時間 小朋友都做 那時不時Little過來貼飲貼食呢 那我就住地爐 我是委屈一點 我在地爐自己打火鍋 你們就在上面 然後你們的Auntie 或者爹地來了 就可以在一樓做長輩房 就是會隱私性的 主客分開 然後這裏就是房間 很明顯 每一層都是有這樣的套房 房間好像沒有什麼介紹 但有一個點我覺得很好 就是我們窗戶是夠多的 你會發現其實今天不會很大太陽 但是我們走到每個角位 我們都會有一定的採光 不難的 是啊 革溫做得不錯 其實鏡頭比近一點都很明顯 看到這裏是真正以上的 雙層鑑玻璃 銀邊的位置就是兩塊玻璃 間開的位置 又隔音又隔熱 對 然後這個獨棟 我們叫獨棟 它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每一層都有露台 這個主人房有一個露台 這個露台這麼小 它只是一個小露台 大露台在旁邊 還有一個露台 還有一個露台 剛剛樓梯下來的位置 下面的門口也很漂亮 我們走快點 因為這裏不是你的房 很重啊 因為這裏不是你的房 所以沒有興趣 哈哈 不是我煮光有什麼事 啊 這個露台在這裏 是啊 這裏就是 這個二樓的露台 所以你說浪三 你都不用一定上到天台的 你這裏都可以 是吧 我們來到一樓 這是一樓 整個一樓 它其實給到我的感覺 就是第一 感覺是很大氣 是啊 真的很高 這個跳高 6米9 剛才說了 入屋門口是可以分兩個 一個是在西北面 一個是在東南面 各有特點 如果在西北門的入屋 它是隱私性會高一點 因為它進來是一個小花園 會不會直望到你的廳 嗯 如果是東南向的門 一進來會比較大氣 因為我們做了一個營下蟲 是不是交戶 去看看 是不是交戶 是不是交戶 交戶時候是草坪 啊 為什麼我這麼自豪說 當然不是 現在觀眾接受不到 其實不是的 我們普通認為 其實大戶營一定要自己 自己再去佈置佈置佈置 這樣會更加住得起來 更加舒心一點 而且好渣 空間都要靠自己去設計 是 或者交給你心儀的設計公司 給你方向更加合適 OK 交給你不一定喜歡前面的水池 對不對 哈哈 那這些有沒有什麼講究 我看它的材質都不一樣 這個就是剛剛我說的 港瓜石材上場 這個石材叫普米王 什麼王 桃桃牙米王 是 這隻石材 我記得在歐洲都很聖行 這個石材有個好處 就是它是比較恆溫的 它曬了一天 你摸下去 它最多是溫溫的 這個是涼的 是涼的 還有它這種 它日後不會像 那種叫做 哎呀 塗料那樣 那麼容易老化 然後下面這個是 安格拉克石材 這個就是溫溫的 是 這個其實是吸熱的 這個主要做黑色的底座 是給人家一種沉穩 端莊的感覺 是 然後這種石材 是來自非洲 一個比較堅硬的石材 是的 圓林還有一個點要補充 我們入這個東南門入門的時候 有一個中空的花園 那個可不可以自己填起來 不建議 交換的時候有個中空 是的 但是封了之後 那邊的彩缸是少了很多的 因為地下室的彩缸很重要 我們整個華法園子 無論所有的護形 至少是有一個兩個三個彩缸位 那麼上下 所以呢 所以就顯得整個地爐 是彩缸很寬的 即使是無皮狀 我們整個小獨棟 是圍繞著一圈的花園 那邊都有 是 那兩邊側園都有 好像這裏 這裏很大的彩缸井 這裏有一條小路 是 可以去到後面的狗屋 沒有養隻狗 有狗屋嗎 有狗屋嗎 有狗屋 那其實這裏面積都很大 這個花園 這個花園 我們整個 這隻護形的花園 就平均在200平方左右 200平方左右 那如果你整層 加上這層的實用 就很高了 一會地爐就可以顯示出來 哦 即是你說這裏進來就是個廳 然後這邊飯廳、廚房 對 這樣會很通透 一條線 這樣一個洞線下去的設計 而且它跟很多別墅 給予的第一感覺就是很大氣 所以這個護形亦有很多人住手 這就是側園 是不是很重手呢 很重手 真的很重 其實都很幽閒 真的有狗啊 是公仔 哦 有沒有嚇到Tommy 哈哈 哈哈 其實說真的 廳這麼大氣 這裏的設計會比較小 因為它做了中度 顯得動線是窄的 是 但是它這樣放肯定不好用 可以再放更好用的東西 它這個設計就一般的 是 不過整間屋看起來真的有很大氣 特別是這個位置 對 給觀眾看看 它那個後花園的東西 這個有一個很獨立的圓關 所以你說 有沒有哭 那也不知道 那這裏是一個後花園 其實前後花園 都有客人不同的建議和見解 因為很多人又喜歡東南園進來 就是志氣東浪 也有很多客人會喜歡這個門進來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一個獨立的前庭花園的感覺 人私性會高些 所以定義就交給觀眾全各位 我喜歡這個門 是嗎 大氣一點 一樓還有一間房 在這個角落後面還有一間房 其實這間房和二樓的房間是一樣的 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側軟的採光石 看到嗎 看到嗎 看到了 OK 它真的有很多玻璃 很多窗 是的 因為我們整個做了一個設計 其實無論是雙瓶 或者是獨立的設計 它是最大限度把採光收進來 嗯 你可以打開門 你就是有公園的即時感 嗯 其次就是採光好座 尤其是住別墅 採光差 你住的身體是很壓抑的 很舒服的 哇 可不可以上車去看看 是嗎 好美 這個有個客人 因為家裡小朋友多 因為他們一家大小住 三代同堂住 嗯 他們說把這裏做一個蛇滑梯 哈哈 即是尿而已 對 蛇滑梯 但這個要好好維持 這邊有個套廁 樓下有幾層 我們剛才天台 然後三樓 二樓 一樓 這裏有三層半 是三層半 然後樓下呢 樓下最大可以做兩層 它交負責在整個地露 是 說不出來 下去看 不如你 嘩 嘩 嘩 驚嘩 我明白你講的那個彩光井 即是來到這裏 你不會感覺到這裏全部一片都是黑黑黑黑的 它光線很好啊 這裏 是的 而且這個彩光井的彩光面是比普通的情況大的 很多都是一條辣的 對 這個一陣子下去看才看清楚 OK 嘩 這個 藝術房 它的空間分配得很好啊 嗯 到時這裏都是鑑好的 沒有 這裏是中空的位置 哦 即是由下面到這裏 它自己鑑了兩層的陽板架 是的 交負的時候 毛皮的壯大廈就是一條角度 看你由上高 在這裏經這條樓梯就下去了 哦 這裏是空的 那它這裏有幾高啊 樓底 這個樓底去到兩米八的 兩米八 不是 聯合樓下那一層嗎 一共啊 整個地下室的跳過是五米八的 那都OK的 OK的 你幾高啊 我一米七五正身高 穿上 穿上 一米八 穿上頭髮 一米九 一米九 哈哈 還有很多空間 你屬下老師看這裏 看這裏有個客廳的 嗯 那裏有個房嗎 哦 即是滑梯滑下來 直接可以過來這裏睡覺了 是的 但你不能說在房間裡 你可以滑滑滑 滑滑滑 它這個設計做得挺漂亮的 那如果下水 這裏會不會震得震 沒有我們有獨立的排水系統 所以 前排都不停下雨 所以都沒有浸 就是 最後都下 我以為只有我們中山下 這樣就不是 那這些呢 沒有局部那麼嚴重 喂 OK 已經感覺到那種很奢侈的感覺 大家一定要做電梯 就這雙腳在那邊走 11路公交車 這個就是整個地露了 這個地露就是大了 它好像分了很多塊 現在我看到的就有電身房 有打台球的 有會客廳 有用餐的 有喝酒的 然後有喝茶的 很多個區域 這個整個地塊有近四百多方 四百多方 它用了花園的位置 所以它用了花園的位置 做了整個佔地 所以你看起來就會很大 所以我們這一期的別墅 最可觀 也是最多客人經驗的地方 就是來到這個位置 由那邊開始了? 可以 沒有問題 我們最邊的位置 是做了一個健身房 和一個無理高爾夫 在哪裏? 就是這裏 這裡還有 如果說喜歡打機的 或者喜歡唱歌的 這裡都可以這樣利用起來 它還做了那個遮缸 其實這裏你做好隔音 這裏你做私人影音室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因為畢竟你整個地爐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地爐呢? 首先我們整個丸子的設計 是做了電壓式的通鋪 就是整個停車場都是庫律樓的 所以變相這個空間 就是最初的設計已經有了 所以這個是做好地爐的一個建設結構 就在這裏 那我有問題 它有沒有車褲 有 車褲一會兒 但你看看對面 剛才有那個入車口 那 車褲 直至一戶 這個職是有三個車位可以用的 有幾個? 不用付錢 每個月付60元一個停車位管理費 三六 180元一個月 三個車位 就是這樣 我們看看這邊 OK 這裡有餐邊掛 有書掛 有台泡 是的 我們可以喝茶 其實這個區域呢 膠庫都是叫做毛皮膠庫的 所以 具體怎樣用途 其實業主自己去定義會更加好 這個跳高 5米8基本上是用光的 所以你看真的很高 這裡的樓底會比樓上那個更闊 很多高 是 因為其實它交庫的時候 整個地爐都是中空的 為什麼? 剛剛我們在甲層那裏看身 是正常的樓底 是因為它沒有鋪出來這裡 它只是做了那一塊區域 所以這邊又闊了很多 剛剛我們站在這上高 等等 看看這個長江井 這樣 這樣一看一眼就 對 這個彩光井 有業主它的設計初中 就是利用了這個彩光井的位置 在這個玻璃的上方 做了一個透明的魚池 你既然有享受到整個彩光 但是又有魚在這裡游來游去 但是變相你的彩光 這裡就會比較分散 光線比較分散 因為這裡有水 它會變成波光 能力的那種感覺 即是你說這裡的樓底 就是5米8 對 然後這一層就要自己選擇 嗯 OK 這裡是酒櫃 然後車庫進來的時候 它有一個專門休息 坐坐的位置 換鞋 對 拿車匙 對 當然這裡的家庫都是吉 就是清水樓 所以都可以自己擺設一下 這裡很大 這裡就是那個儲物空間 洗衣房 其實是洗衣房 洗衣房的位置 它自己再定義 嗯 不過我覺得這樣會比樓頂好 樓頂如果要自己長去浪山 住得這裡就多數不會自己浪山 當然 每天都在這裡沒有工作 要找些工作 那就是 給Tony做 你不用做 這裡是可以裝升降機的 所以你不用經常 也是 這裡就是車庫了 這裡三個 是 即是這個圍形會給三個車位使用 是 交換的時候它會畫好細線 如果說我不要這個車庫 我可不可以做回自己的書房 或者什麼 其實理論上是不行的 因為這裡其實是沒有計算入你的產權面積的 所以這裡仍然是屬於一個車庫的位置 OK 不可以用來做 你不可以隨便改 你不可以遮改 你不可以遮改 因為之前有些樓盤 它是可以這樣做 敏敏 如果好的話 有多三個車位的位置可以使用 不止 你想給了這麼多空間 不止的 OK 這就是整個獨棟想和大家去推薦的護益 OK 我們參觀完這個單位了 可不可以和我們介紹這個單位的 所有面積 或者是價錢方面 如果說購買的這些 詳細一點 詳細一點 剛剛我們看的那個板房 它就是售價 目前可售的那一棟 就以144棟為例 它的一個原種價是1193萬 嗯 然後它的最大實用面積 可以去到1000多 哇 這樣連回我們 一晚晚一個空間 是啊 然後 算是你的產業面積 即是你的紅帽仔的面積 它大約是580棟 要這樣說 因為它是算地庫的面積 但是不算車位 哦 即是那一層5米8那個 是的 它算在一邊 所以後期不用擔心地庫 那邊會不會有使用上的方法 嗯 船目比我好實 然後 還有就是 花園剛才說了兩話 剛才送三個車位 然後應購的時候 其實近期 在珠海的購房政策 是沒有太大的影響的 即是大家如果是手套買房 最低都可以做一定五成的手套 那這個都可以啊 你算一千二百萬 那你就首期大概一百萬十萬 即兩百萬樓下的人仔 嗯 那就可以低了 接著現在利率也是 3.35 3.35 都是歷史以來新低 OK 接著其他都沒什麼的 最多會 物業管理費呢 物業費是五元一平方每個月的 即是一間大概千多元 差不多 大家計成五百萬 是你們 華法物業 是華法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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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法物業 華法物業也算是在珠海 都排榜首的 那這裏呢 尤其是一些基礎建設 或者是醫院 行政機關丹麥 也都有我們迷業身影 所以也比較專門 那如果說我住在這裏呢 有沒有什麼生活配套 不如說超市啊 或者是士多之類的 那當然有了 當然有了 因為這個區域呢 它並不是一個新的發展區域 嗯 這個尖峰南邊居 首先它周邊居民呢 是近10萬戶在這裏的 其次呢 我們隔壁的 有一整個高樓層船宅 入住了亦都和工 在它樓下有一個商業街 叫新天地商業街 嗯 這個新天地商業街 華人華家 TFC 然後 開了 是啊 已經開了 包括有很多送小孩上學的 都會見到是人來人往的 因為隔壁呢 就是珠海比較出名的小學校 還有第二小學 這個是公立的 周邊的學校 也比較留學的 好像隔壁有個社區呢 就打著是早睡一個小時 山高十多米 就是近學校的意思 OK 還有我們整個盤呢 很多細節 好像剛剛進大門口 是 只是看到很霸氣的一個入大門 其實它進來做一個地雕圖 叫做珠海八景福利 珠海八大的警官呢 在裏面也都 人工雕刻出來 我們也請到工人和手工雕刻出來 是 八大 八大 我好像斗門最出名的黃陽山 金牌市 是不是 黃陽山也有 是 在裏面有 珠海魚女 所以 這麼多細節就交給觀眾來發現 OK 慢慢拍張圖 然後 還有就是 在很多地區 好像剛才我們見到的仁智 它下面有一個叫做寶蓮麥特的 有一個蓮花地雕圖在那裡 可能沒有留意 沒有留意 沒有留意 然後在大門口進來 白景圖上面還有一個雙幅美秀 所以很多寶蓮在裏面 包括我們整個園林樹種 是選了有鐵東青 雞蛋花 土樹 這些 我是不知道 全部都不一樣 是的 有很多好的寶蓮的 譬如說鐵東青 就是萬子仙桃 多子多樹 然後如果是雞蛋花 有雲木稀岸 然後 埔樹是熱外土地 熱外故土 因為 會見到這個埔樹 尤其是大棵的 這個園林種隔 也是祈出了華法 在珠海這個土生土地的故土 一個施念和一個基礎 所以有很多的寶蓮 包括很多 營鴉蟲 針鐵蟲 其實這個花 是多少錢 就我們門口兩個大的浪漢蟲 都做的 都可以 所以以上就是華法 希望在這個最新的別墅 給大家一個誠意 嗯 然後就是這樣 OK 多謝LITTLE 如果說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都可以聯繫Ruby 或者聯繫Tommy 帶大家過來這裡參觀一下 或者很久沒見的LITTLE 想見一下都可以過來這裡 準備好茶水招待大家 OK 對了 剛才在車配那裡 看到有一個 類似匯所的配套 是不是都會有的 以後會不會都會繼續 是的 那裡也是我們的後裔寺袋中心 來的 接下來也會做健身器材 衡運泳池 中醫理療室 還有瑜伽房 都會有配套在這裡 包括那個配套 也都是由我們的地下車庫 可以直接通過去的 那你好像最近下雨天 你不怕風吹雨打 又是雨林 都是 駕車都一樣 你停在地庫 更加有私生活更高 不怕別人挖回你的車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體驗是不錯的 包括整個接受中心 是採用了廣州寬如的 魚陰山房景點去做的 裡面有一個很獨特的建造技術 這個不可以講 這個等大家過來發現 和發花主的東西 就是很多細節 OK 那我們今期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的話 記得聯繫我們 下次再見 拜拜